断尽烦恼 心无尤其 实际上 一个良心好的人 是不用去忍辱的 为什么? 因为良心好的人用不着忍辱 你本来没害人家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心里会难过吗? 实际上 忍辱精进 说明你已经有毛病了 因为你忍辱 可能是你做错了 他骂我 我咬咬牙吧 虽然这里面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 但是 你还是有做错的地方 真正的心 用不着忍辱的 因为我是真的对你好 你今天骂我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我是真心对他好 算了 算了 用不着忍辱的 你不会吃他的恶气的 什么叫忍辱? 夫妻俩吵得一塌糊涂 女的嗓子好 男的实在吵不赢了 就找个借口说 我忍辱吧 讲不过人家就忍辱了 讲得过人家的话 他能忍辱吗? 师父就喜欢挖根 把人的毛病全部挖出来 那你的心才会越来越干净啊 你没有这么干净的心 你怎么能够把心放到宇宙这么大? 身上全部是黑黑点点 你能够把你的心放得像宇宙这么大吗? 嘴巴不讲 难道他的心就是干净的吗? 听佛法要明理 断烦恼禁 断烦恼要禁 就是说 你要把烦恼完全干净地断掉 如果留有一点点烦恼 你都是没修好 家里出事了 什么地方出事了 不开心了 就说明你的烦恼还没有禁 你干净了 你就不会认为 这些事情是出事了 家里再有什么事情 哎呀 因果又来了 我来了 我怎么样把它修掉呢? 因果如影随形 你永远不会没事情的 哎呀 师父 这个事又来了 最好把师父 绑在你们的腰上 实际上 这个烦恼 这个人的心 不增也不减 固有完全平等 心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我还是这颗心 我对你还是真心 这就是慈悲心 有一颗平等心 你才能接受更好的东西 如果你对这个人心不好 你就不能体谅他 如果你不认为他是好的 他讲话 你听得尽吗? 很多夫妻吵架 明明老婆是对的 老公就不听 最后到师父这里来 师父骂一通 两个人都听师父的 这个就是 因为长期的不和 一定会有偏见 心中有不平等 你才会不能接受 人家的意见 如果你把它 看成一样平等的 你就能接受他的意见 总说人家搞不清楚 实际上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总说人家不好的人 他自己也不好 总说人家脑子有问题 这个人脑子肯定有问题 修心就是要明理 心无有起 就是你的心 从来没有起念头 你的因缘俱灭 因为你的心 从来没有念头 你的因缘哪来啊? 因缘是怎么来的? 因果是怎么来的? 是你的心造的 我恨他 好了 你造了这个因 对方来恨你了 果来了 例如 我喜欢吃糖 造了这个因了 血糖高了 果来了 你的心没有念头 你哪来的什么因果啊? 人生只是一个现象 因缘俱灭 因果没有的 都是你心中造的 什么叫因果的真相啊? 什么叫轮回的真相啊? 为什么人死后 可以投畜生 可以关到地狱里去 很多人骂人 说他要下十八层地狱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都没看见那些酷刑啊 很厉害的 拿一把刀 把脑子锯开一半 把手割掉 把人往刀山下摔 那种感受 跟真的一模一样 但是 这个灵魂还是死不掉 一会儿又醒了 在下面 醒过来是看时辰的 昏过去后 一个时辰不到 他们就会醒过来 你们不要以为做坏事 人家不知道 不要以为做坏事 不会受报应 所以动因果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去做坏事 因果轮回的真相 是这样的 是你的心在造作 因果为什么会轮回啊 因为你的心 在动坏意念 动好意念 才产生因果在动 你的心在想善良的东西 在做功德了 你的因果就动了 上天了 你的心在做坏事情了 在动很多不好的脑筋 你的火出来了 你就轮回到下面去了 所以你的心可以上天 也可以入地 心很重要 所以良心一坏 这个人就没救了 再要加上 心念不要妄动 不能动不动 妄想就出来了 做不到的事情 你去想 就叫妄念 如果你今天能够做到 就叫正念 如果你今天 做不到的事情 就叫妄念 师父为什么不叫你们 去买六合彩啊 因为你们种不到六合彩的啊 妄念一起 贪心就来 接下来 麻烦事情就到了 颠倒了 妄想又来了 执着又来了 然后烦恼又来了 然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因为为了钱 他什么都愿意做 那个时候 他就看不见正念了 心不妄念 性自本无 因为我的心 没有妄念 我的心本来 什么都不想的 无明不能解脱 你不清不楚 你心中不明白 这些道理的话 就是无明 你如果不能解脱的话 才是轮回的大祸害 你怎么会轮回呢 因为你的心 一天到晚 动坏脑筋 你怎么又会上天呢 因为你的心 一天到晚 在帮助人家 所以心念最重要 己事己明 自然解脱 就是说 自己去做的事情 自己要明白 你就自然解脱了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都不知道的 而且做的事情 都不知道好坏 人家老板来问 这件事情 是你做的吗 哎呀 我想不起来了 你们以为 你们每天做的事情 自己都明白吗 你都不知道 自己讲的话 会有什么效果 嘴巴出门不认祸 要记住 讲话 动作 言行出来前 在自己脑子里 先转一转 不转 不要出来 肮脏的东西 稍微要过滤一下 好话随便讲 但是 讲过头也不行 讲过头 人家就觉得 你是假的 一个人的好坏 指的是他心的好坏 故一切法生 若心无生 法无从生 亦无名字 所有的人生 如果你没有用心 去想这些事情 法从来没有生出来过 犹如人 连名字也没有 这叫忘我 修心修佛 要忘我 连我都没了 那你说 你还有什么 有相不失 比无相不失 功德少很多 当着很多人的面说 我不失给你 佛法上讲 任何人 站在一个 比受布施人高的角度去布施 实际上 你的心已经不对了 你已经没有功德了 你这叫施舍 而不叫布施 施舍是把人家当乞丐 所以布施舍 要把自己的名去掉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那就是 忘我的布施 忘我的慈悲 忘我的劳动 忘我的功德就来了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把自己放在前面 我牛得不得了 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我的 那你的功德就少很多 因果是自己做 自己受 你今天所承受的任何事情 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不要怪人家 你今天板着脸 讨厌得不得了 是你自己做的因 你今天开心了 也是你自己造的因好 你今天事情顺利了 也是你的因造的好 你今天给老婆买一样礼物 她对你好得不得了 这不就是因果吗 活在世界上 中午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晚上肚子不舒服 你中午中的阴 晚上 火不就出来了吗 深口意的善恶业力 你深口意 所有的善恶 都是你的业力 身体做坏事 嘴巴讲坏话 意念动坏脑筋 实际上 就造成了 你的善和恶的业力 有听众问师父 孽障和业障 孽力和业力 有什么区别 涅 已经是形成不好的东西了 涅力 是贬义词 业 有供业 善业 和恶业 当你的善念和恶念 从你的心中 发出来的时候 就是制造着你的业力 形成六道轮回的业源 再来世 酬业 因为你的深口意 已经造成了 你六道轮回的业力 你来世 还要来受 这个也是 你自己做出来的 人之所以 有三十因果 是因为我们仍然在十二个因缘当中 没有远离 师父过去给你们讲过十二因缘的 要记住 因为人没有脱离十二因缘 所以你还要在里面转啊转 没有转出来 要断或正真 就是说 要断出迷惑来验正真的东西 要断掉你搞不清楚的事情 要证实真的东西 修心 这两个字是无价之宝 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宝贝 只要你修了心 这个价值是无法用任何金钱 来衡量的东西 所以当你在修心的时候 实际上 你是捡到了一个无价之宝 不修心的人 就是没有无价之宝 如果你的心是宝藏的话 因为你把你的心当成一个宝藏 可以藏很多好的东西 你就一切具足了 更加没有欠人家少的东西 即更无欠少 比如说 你有一个仓库 里面藏的全是宝藏 你的心这么好 做了这么多善事 你说 你还会欠人家的债吗 然后呢 使用自在 你就使用很自在 没钱的时候 拿点宝藏出来 就像很多人 就像很多人 灵性一来 赶紧把小房子拿出来烧上 因为你平常都在做功德 你拿得出来啊 功德每个人都能做出来 从数字上讲 是有差别 但是 从质地上来讲 就是量变和质变的问题 在质量上 全是一样的 师父问你们 你们的功德大 还是师父的功德大 功德都是一样的 如果功德是从心里发出的 都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 你吃饱了和我吃饱了 概念是不是一样啊 问题是 你比我块头大 你吃五碗 我吃两碗 道理是一样的吧 输货了心的人 如果你不用良心去做好事情 转世一千次 就是一千次的失误 就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 用自己的心 去修心修行 你就会不停地轮回 为什么说一千次呢 就是说 如果你对你过去的失误不重视 就算你投胎一千次 你还是一千次搞不懂 会一千次的人生失败 师父今天给你们讲的精彩吧 就是帮你们挖啊 白话佛法就是 好在明白 明心见性 听了之后 马上会用了 听了之后 马上对自己说 我的心不要乱起念头 不要做坏事 刚刚念头出来 不行 这个心念不能有 一灭掉 好啊 马上就没事了 最坏的就是 顺着里面钻下去 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越钻越深 越钻越黑 有一句话叫 钻牛角尖 牛角尖能钻吗 钻得不痛吗 往牛角尖里钻 是越钻越黑暗 越钻越狭窄 要记住 不要去钻牛角尖 什么事情都要想开 一觉睡醒就没了 在这个人间 命都是在呼吸间 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比生命更重要 Atlanta Awesome 把 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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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 知道 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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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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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